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2022年8月12号星期五 刚刚传来一条消息 日本共同社报道 在解放军8月上旬的围困台湾演习期间 导弹落入冲绳南端岛屿的附近经济水域 谁做的决定呢 原来是习近平亲自拍的板 伟大领袖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一回 消息说 军方规划演习的时候是向习提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这个演习区域 包括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 一个就是不包括 不包括的理由是 今年9月份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在此之前体现克制 不冲击双边关系 另一个包括的方案 目的就是为了警告日本 一旦攻台开始 日本你可不要追随美国干预台湾 习近平选择了后一个 因为他判断了日本积极干预台湾 是个大概率事件 需要提前警告日本 那么如果这个放风属实的话 当然就给了日本 重新武装的极佳理由 朝鲜的隔三差五放个导弹还不太打得准 中国这边的导弹比朝鲜不管怎么说要多得多 也要厉害得多 那等于说日本受的威胁陡然增加了 就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修宪送上了一份大礼嘛 就推动了这件事情 中共和日本未来可能发生怎样的冲突 取决于一旦攻台开始 采取怎样的行动方案 那现在我们做这方面的预测 肯定比一年之前要靠谱的多 要透明的多 要有把握的多 那是因为这个八月份 中共锁台演习试射导弹那六个落点区域 基本上就是它未来要封锁台湾的部署方向 那我们看图说话 中共解放军要封锁台湾 它的封锁线在战时一定会想撑到 冲绳海沟的太平洋这一侧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 冲绳海沟 这个地理位置对于潜艇的活动非常重要 因为潜艇 中国大陆的潜艇只有在海沟的深海这一侧 也就是太平洋这一侧活动才安全 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之间 海底有一个坡度 靠近中国大陆这一边叫做东海 或者叫东中国海 中国东海的平均水深只有七十多米 很浅不利于潜艇隐蔽 大陆价外围的水深也不过两百米 但是一到冲绳海沟 进到太平洋这一侧 水深陡然就增加到了两千米 所以中国大陆的潜艇进入海沟以后 才能够发挥最佳的隐蔽作用 才能有最佳的威慑力 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台海一旦开战 开始不一定是我们之前所预计的什么导弹和战机的空袭模式 也不一定就马上对驻日美军基地 还有美军航母进行弹道导弹袭击 而是什么呢 而是先发生在水下 就是中共和美日之间的潜艇战 你说反舰弹道导弹这个东西 隔着几千公里去打一个移动目标 阻止美军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湾 这事说起来毕竟很玄乎 什么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东风26 从来就没有在实战中被测试过 而这个中国的航母舰载机 要在空中突破美军航母的防御圈 又很难 所以现实当中对航母最有效的威慑手段 还是走下面水底下来 也就是潜水艇 美日返潜圈 几十年来 它的目标都是要把中俄的潜艇 封锁在近海大陆架地区 让它不要进入这个太平洋深海 中国潜艇则是打破脑袋 就是要冲进冲绳海沟 中国潜艇只有进入海沟之后 它才能够把那个巨组圈给扩大 就是在很远距离就能够威胁到美日的海军 威胁美日舰队不敢靠近台湾 而冲绳列岛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琉球群岛 你看它就是骑在冲绳海沟和中国东海的交界处 所以一旦攻台进入了军事实施步骤 中共对于台湾的封锁圈呢 很大可能就是会跨过冲绳的 所以冲绳南侧的几个岛屿就会在封锁圈的内侧 所以说如果攻台方案是封锁先行 封锁台湾和渡海攻台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的话 那么美军是不会在第一时间投入的 所以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呢 在这种剧本当中就有可能发生在中美海上冲突之前 大家看地图啊 冲绳的南侧一串岛屿 像什么雨纳国岛、波照尖岛这几个 都有可能未来被画在这个封锁台湾的封锁圈内侧 那这些岛屿和日本其他部分的海上联络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下日本就需要在美军投入之前就介入 那这一回军演五发导弹 落到了日本和台湾相重叠的专属经济区 如果这就是习近平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一幕上演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对日本是其大的刺激 习近平都已经摆明了这么干了 那日本的加速武装也是势在必行了 我们在之前的一集节目当中分析过 做了一个预言 只要中共一直在也拖累着朝鲜那个金小胖不垮 那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被突破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日本拥核 你不管他嘴上说不说 事实上拥核 最后在逻辑上就是无法避免的 理由是日本的地缘处境类似于以色列 它是被强大且充满敌意的邻居所包围 可他自己在经济上在技术上又有拥核的能力 如果你还一直坚持弃核 等于道持宝剑受人以柄 等于向中俄朝发出了 你来核讹诈我吧这个邀请 那当然是非常不明智的 但是我提出这个预言之后呢 有些网友不赞成 说日本怎么能够和以色列比呢 你这个是扯得太远了一点 思绪飞扬的太狂野了一点吗 那今天咱们就聊得更加具体一些 日本不是说它过去像以色列 而是说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像以色列了 传统上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陆地邻国是两个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叙利亚 他们分别居于以色列的南北两侧 也是宿敌 次一级的威胁呢 是东侧的约旦和伊拉克 可是自从进入了21世纪 以色列周边的安全环境有了很大变化 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宿敌都垮掉了 莫里花革命之后 他们都陷入了衰退 叙利亚还陷入了长期内战 萨达姆呢 被美军给灭了 伊拉克也不再是一个中东的军事强国 所以以色列周边的宿敌都凋零了 于是它目前最大的威胁呢 是两个 一个是来自于巴勒斯坦的激进势力 不时的对它搞恐袭和渗透 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威胁 是来自于不和它接壤的伊朗 伊朗呢直接打不到以色列 它的空军陆军过不来 中间隔着约旦和伊拉克呢 但是它的中程导弹会威胁到以色列 一旦加上核弹头的话 那个威胁会非常大 那么我们再来看日本的地缘位置 日本的心头大患是谁呀 永远永远第一位的是朝鲜 我们指的是整个朝鲜半岛啊 日本历史学家板本茂朗 在日本史当中有一句名言 叫做朝鲜是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 从地图上看 日本呢就像是一个躺过的 敞开胸怀没有防备的人 朝鲜呢则像是一把利剑 直指日本 日本内陆任何一点距离海岸线的距离 都不过200公里 所以敌人只要渡过朝鲜海峡 到达日本本州岛的中心地带 可谓是朝发西智 这个威胁是非常直接的 朝鲜海峡 在那个古代风帆动力的时代 就很容易渡过了 所以呢日本只要统一强大 它首先想的都是解决朝鲜这个威胁 从七世纪的日本飞鸟时代 到十六世纪风尘秀吉统一日本 再到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崛起 第一步都是想解决的是朝鲜问题 但是今天呢和历史上别的时代不一样 朝鲜半岛上的南韩 就是掌握有朝鲜海峡的这一部分 它和日本同属于民主阵营 这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 迄今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日韩之间呢也就摆脱了这个宿命 要不然就是你朝鲜到我日本这来 历史上这个日本的皇室 和朝鲜的百季王朝有通婚关系 要不然呢就是我日本又杀回朝鲜 占领朝鲜就摆脱了这个宿命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当中的猜疑 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一直都是有疙瘩的 好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打也打不起来 只要金家不统一朝鲜 那么敌人直接跨过朝鲜海峡 攻击日本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历史不安全因素 目前可以排除 再来看北方速敌俄罗斯 虽然日本的北方四岛被俄罗斯占着 但是俄罗斯它的重点在欧洲不在远东 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时间内呢 俄罗斯也不会把眼光投向亚洲和日本 像爆发1904至1905年 那种级别的日俄战争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日本现在的安全环境也和历史上不一样了 它面临的两个主要威胁 一个就是北朝鲜的疯狂小胖子 另外一个就是西朝鲜那位越发变得疯狂的大胖子 那对比以色列啊 我们看以色列 它的两个主要威胁 哈马斯和伊朗 哈马斯呢 是一个小霸 它不成气候 以色列修了隔离墙 就能够阻挡住大部分激进分子 渗透到它这一边了 那哈马斯人过不来 就隔三差五的放窜天猴 就放火箭 用这种低端武器去骚扰消耗以色列 反正呢 我干不了什么大事 我就激怒你 恶心恶心你 大的威胁对以色列来讲是伊朗 虽然隔着叙利亚和伊拉克 但是伊朗的导弹能力威胁是很大的 那这和今天日本的处境也比较类似 小胖子就好比哈马斯 它也是隔三差五的给你放个窜天猴 它干不了什么大事 人它不可能过得来 对吧 不可能渡海入侵日本 但是它的导弹呢 是比哈马斯的火箭强一些 能够飞越日本海 但是呢也不太准 它比哈马斯厉害的是有核武器 同时它更加疯狂 更难预测 至于西朝鲜那个大胖子呢 就比伊朗这个大胡子威胁要大得多了 伊朗的导弹能够威胁到以色列 但是它陆军空军过不来 它也没有经济杠杆可以威胁以色列 然而西朝鲜大胖 威胁日本的工具就多得多了 除了有中长城导弹 核武器 航空母舰核潜艇 这一系列军事上的硬手段之外 还有经济贸易一系列的软手段 这些工具呢也可以武器化 也可以压制日本 甚至中国不需要把航母 核潜艇军舰开到日本周边去 它只需要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活动 就能够起到威胁日本的作用 因为日本所需要的能源 还有铁矿石这一类的工业原料 依赖于这些航线的输入 大胖 你看它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或者在印度洋的斯里兰卡建立军事基地 都有可能造成日本国内经济上的悲观情绪上升 股价下跌 失业率上升 而且大胖小胖呢 还得到了克里姆林宫那个中等身材胖子的撑腰 现在普京也是有点发胖的迹象 据说是由于癌症服用了激素类药物 造成它这个体型稍微有点走形 脸部皮肤也松垮了 脸型也变了 所以当前看日本的安全处境 不仅像以色列 其实比以色列还要难一些 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永远是政府的第一位考虑 国家之间处境类似 担心的事情也会类似 那么思路也会类似 以色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有核国家 它有核武器地球人都知道 只是它不公开承认也不声张 以色列呢要的就是安全 它并不去争核国家相应的政治地位 你懂的 达到这一点就够了 那看起来呢 日本难免也要走类似的道路 其实已经出现端倪了 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核武器共享的构想 核共享Nuclear Sharing 它是北约模式 意思呢就是在日本本土部署美国的核武器 在有保卫国家需要的时候呢 所在国可以向美国提出申请 那这其实是一种折中策略 过度策略 以核共享来换取美国的安心 就是你美国把核武器放在我日本 按照我们之间的协议条约 我也有权使用 那么我就不再制造核武器了 你就可以安心了 但是这方面呢 似乎岸田文雄比安倍更加谨慎一些 他说日本无核三原则还不能突破 也有可能呢是安倍和岸田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让日本的这个再度武装的进程啊 走得不那么颠 不要起伏那么大 那么飙 看起来呢更加稳重一些 不管背后是什么样的动机吧 长远来看 国家的前进方向 它是取决于一些简单的逻辑 你把这个历史的周期拉得越长 你发现那个逻辑越简单 它取决于一些长远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你像大胖小胖都纷纷加速 日本这边你不加速不行吗 那说完了日本这事儿 咱们再说一件中国的社会新闻 就是中国又有雷人专家放话了 8月12号 一个叫楚音的所谓经济专家 在直播连线节目里面说 在中国啊 如果女生30岁还没有在北上广 这一系列一线大城市里面 经济上自立的 你最好还是回老家吧 他原话说的是回到父母身边 我说如果你这个女孩子 在北上广这种城市 拼搏到二十七八岁 我感觉到还没有什么笨头 你经济上不能自立 那我觉得其实回去了 回到父母身边行吗 那这话呢就激起了网民的一片悔怼 就有网民说 女生30岁经济不自立就该回老家 那男人30岁不自立 是不是就该就地出家了呢 还有女权人士说 你们这些老爷们能不能就别给女性指导人生了 那怎么看储专家的这番话呢 我觉得分两方面看 首先储专家啊 她也不全是闲吃萝卜 但操心 没事干为女性指导人生 她有从人口角度的考虑 女性在大城市啊 职业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任何有职业上发展企图心的女性 没办法 你要在大城市发展嘛 都得推迟生育年龄 像上海2020年 女性平均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是30.73岁 比起2019年一年之前 又推迟了五个多月 大城市经济景气的时候 女性普遍 婚育年龄都晚 现在经济不景气 那更是这样了 职业上发展的机会更少了吗 青年女性就需要更加努力了 那么生育年龄就更得推迟一些 那么在一些人口专家的眼中 青年女性又失业 又不结婚 就成了在大城市里的 生育资源闲置了 她就觉得你不如回老家找个人嫁了 对整体经济更好 同时在现实当中 这位储专家说 城市对年轻人其实很残酷 越早认识到这个现实越好 这个话其实她也没说错 在大城市当中青年女性的择偶标准 你看提出来的动辄都是要求对方有房有车 最好这个房子还没贷款 什么月入两万元以上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长得又要帅 这个互联网上的浮夸习气 对年轻人影响很大 年轻人不熟悉社会嘛 所以她以为遍地都是什么 有房有车月收入两万以上的 这样的男人哪那么好找啊 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愿望 就造成了蹉跎岁月 所以在中国的大城市 一边是很多中等 以及在偏低收入的男性 找不找老婆 女孩子都看不上你 另一边呢 是大量的试婚女性 又蹉跎青春不嫁 相当于就是内有怨女 外有旷夫 造成了一个很拧巴的现象 阴阳必塞万物不生嘛 这在任何时代 都算得上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所以储专家说的事儿 是那么个事儿 问题却是存在 不过她那个方案很差劲 她把解决问题的责任 一股脑都推给了青年女性 你们就回老家吧 回老家干嘛呢 一将就找个工作 二将就找个人家 就将就这两件事儿 对职业发展呢 就别抱太高的期望 对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也别抱太高的期望 她就这个方案 如果这都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估计她就该鼓励 知识女青年上山下乡了 扎根广阔天地 找个老农民嫁了就得了 那刚才讲的这个 内有怨女外有 旷夫阴阳必塞 万物不生的现象 本质上是个啥问题呢 本质上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 萎缩的问题 你就先别看这个什么 年收入5万到40万 这个数字来定义中产阶级 你别看这个 用实际生活品质来衡量 今天的中产门槛 其实是在变高的 而低于这个门槛的人 在择偶当中竞争力严重下降 这是本质问题 当然要展开说 又会是一大堆 今天没时间了啊 我今天呢 只想谈一个自己的感慨 就是我会员网站上的一位作者 仙道兄说了一句话 我很认同 就是要毁灭一个社会的道德呀 没有比两件事情来得更快的了 第一是过于轻易得来的财富 第二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的贫困 再重复一遍 轻易得来的财富和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的贫困 这两样东西会迅速毁掉一个社会的道德 今天讲的女青年的这个困境啊 就是属于第二种 可以归路第二种 男子好名利是女爱荣华吗 女孩所期待的富足要么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 要么是来自于家庭 一方面自己的努力主要就是努力读书 以知识改变命运 可是呢 这条路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正在对他们关上大门 像什么英语考级考研成为学霸 这些女生比较有竞争力的领域 你有竞争力又怎么样呢 能够带来实际生活的改变 这个实际意义在迅速缩小 所以这条路呢 看起来越来越不乐观了 再说找个人家 找个多金男 你别说金龟序没几个 就半金龟 三分之一金龟和金龟沾点边的男人都没几个 就最起码这个经济条件 比较过得去的适龄男性也在迅速变少 所以通过这两个方向来改变命运的机会 都在变得渺茫 那怎么办呢 轻易得来的财富和无论如何努力 也摆脱不了的贫穷 这两者出现一个都足以毁灭社会的道德 何况这两者同时发生呢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贫穷是相对的 又有一些女孩觉得自己也没那么惨吧 没那么夸张 在什么工作选择上 在择偶条件上稍微降一降 我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余地的 确实对很多人来讲也许是这样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只能低旧 不能向高处攀登 这是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趋势 就是很难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正面的改变 这是一个现实的趋势 那在这种氛围之下会发生什么呢 就会给那些购得上所谓成功标准的老男人 他们余色提供了广阔市场 那些中年油腻男色迷迷 但有俩钱的老男人 会更加在这个社会上如鱼得水 另外一方面呢 小三八角破坏家庭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找不着金龟絮 我就挖一个来抢一个来 这个社会啊 反正只能是越来越烂 越来越糟心 怎么说呢 为了下一代 为了你的家庭 为了你的老公 为了你的女儿 未来不面临这样的处境 能润的还是早点润了吧 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明天是星期六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是伦骨兄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犹太民族这个特殊的族群 为什么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两大一神教一统天下的年代 犹太社区它不管是在伊斯兰社会 还是在基督徒的社会 还算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到了近代啊 却受到了更加严重的迫害 排游运动延续了上千年 但是近代是高峰 在纳粹德国和在苏联 都有比在中世纪更为严重的排游运动 为什么会是这样 另外呢就是像犹太这种永远处于少数 又有独特信仰 还不够听话的族群 对现代文明到底有什么贡献 也许理解了这一点呢 也能够更加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对于香港和台湾 尤其视为眼中钉了吧 那这个话题呢 明天龙骨兄在会员网站上来聊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